《孔子的育儿经》 公元前551年 孔子出生于鲁国 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区父 孔子两岁时 父亲就去世了 他是由母亲抚养长大 孔子在20岁的时候 出任鲁国小官 由于他一直努力读书 学问也越来越渊博 尽管孔子对于改进社会秩序 颇有见地 然而鲁国的国君 对于他的劝告却置之不理 从此孔子决定通过教学 传播他的思想 自孔子30岁起 到他72岁去世 他的学生约有3000名 其中有72位 后来成为有名的学者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 被广泛传播 影响深远 因此孔子也被后世称为孔圣 孔子20岁的时候 得有一词 取名为孔李 自伯渝 那么作为一代教育家 孔子对于自己的孩子 是如何施教的呢 对于当今的父母来说 孔子育儿又有哪些 可以借鉴之处呢 《百家讲坛》特邀中国教育电视台 副总编辑张志军先生 与我们一起谈古今 说家教 向古人学家教第一集 孔子的育儿经 关于孔子啊 我想很多人应该说是既熟悉 但是又陌生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觉得呀 很多中国人心目中的孔子呢 可能是有遭各种各样的差异的 那么可能一千个中国人心目中啊 也有一千个孔子 有人说呢 孔子是教育家 有人说他是思想家 还有人说他是哲学家 有人说他是政治家 等等等等 其实在我看来呀 孔子就是一个怀着永恒的乡仇 不断寻找 并且努力重构 已经失落的精神家园的人 那么在讲述孔子的家庭教育经验 和智慧之前呢 我想简单地用几个关键词 跟观众朋友呢 一起来分享一下 我对孔子的观察 那么观察孔子 或者说解读孔子呢 在我看来至少可以用 以下五个关键词 那么关键词之一呢 就是乡仇 一提到乡仇呢 肯定有朋友就会想到 台湾著名诗人啊 于光中先生 那首很有名的诗 那么在于先生那里呢 乡仇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一头 母亲在那一头 那么在孔子那里 他老人家的乡仇是什么呢 孔子的乡仇啊 用四个字来概括 就是礼崩乐坏 或者套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呢 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故乡呢 已经不是想象中的 故乡那样的模样 所以就由此啊 引发无端愁绪 那么解读孔子的第二个关键词呢 是永恒 这里所说的永恒啊 既是指一种行为 也是一种精神 还是指这个 这种精神呢 对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 这种优秀传统文化 这个奠基作用 这个持续作用的影响 那么解读孔子的第三个关键词呢 我觉得是精神家园 有些人认为啊 说精神家园呢 顾名思义是指存在于精神世界 但是在孔子那里 我认为啊 他理想中的精神家园呢 是曾经存在过的 就是曾经一度存在于 西周的早期 在那朵精神家园里呢 有孔子新一已久的精神导师 也就是周公 还有文王与武王 有这些精神导师们 但经节律 所做的顶层设计 产生的制度和文化 也就是孔子所说的 这个周理和御御文哉 那么解读孔子的第四个关键词啊 我觉得是结构 结构呢 往往人们和颠覆连在一起 应当说孔子的一生啊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都在为解构乃至颠覆 他所认为的那种不理想的那种现实呢 而不懈努力和奋斗 那么解读孔子的第五个关键词呢 我觉得就是重构 孔子呢 他不但要破坏一个旧世界 而且呢 他中期一生都在努力地想要建设一个新世界 为了建设这个理想中的新世界 或者叫精神家园呢 孔子应当说 不喜撇家舍业背井离乡 周游列果 那么在结构和重构这个过程中呢 孔子呢 应当说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 这个抓手呢 就是教育 那么在对别人家的子弟 所进行这个他组织的教育的这个过程中 孔子有没有对自己的孩子 进行过家庭教育呢 我想这一点呢 不仅仅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这个所感兴趣的问题 一度呢 也是引发了孔子的弟子的关注 《论语》啊 《纪四篇》里边就提到了 这样一件事 是一段话 我下边这个分开呢 跟大家来展开阐述一下 其实可以分成这么几部分 第一部分呢 就是谈到学诗 就是这里的诗呢 是指诗经 孔子的那句名言叫 不学诗无以言 在孔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 乃至呢 在整个漫长的这个中国古代社会 诗经呢 至少具有以下这么几方面的这种功能 第一个呢 就是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的载体 大家都知道啊 一种优秀文化 它要想心火相传 绵延不绝呢 肯定需要一定的载体的 那么在现代信息技术 没有发明的古代 2000多年以前 那个时代啊 连纸张 我们今天都很习以为常的纸张 那个时代都没有 那么在那个时代 想要传承优秀文化 可能啊 朗朗上口的诗歌呢 就成为首选 甚至是不二之选 这是诗经的第一个功能 那么第二个功能呢 我觉得就是 贵族子弟啊 学习文化和知识的教材 我记得周礼啊 周礼春官上有这样的话 说大师岳 以岳语教国子 兴道讽诵言语 什么意思呢 大义就是说啊 在春秋时代呢 有这样一个官 叫一种官子 叫大师岳 这样的人呢 他教国子是贵族子弟 教贵族子弟学 用什么来做教材呢 是以粤语 粤语是什么呢 就是配了这个音乐的那种歌词 那种歌词啊 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 通常所说的诗歌 其实诗经 大家都知道 风雅颂 神大部分 这个雅和颂呢 很多其实都是配乐的这种歌词 所以呢 在那个时代 如果一个贵族子弟 想要学习文化的话 可能啊 诗经是首选 甚至是不二之选 就作为教材来说 那么诗经在孔子 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呢 他的第三个功用啊 是相关认同的一种抓手 大家都知道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要想保持凝职率啊 就需要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什么 就叫认同感 那么我们这里所说的认同啊 既指政治上的认同 也指文化上的认同 诗经 刚才我已经说了 有三大部分组成 其中有一大部分叫风 所谓风啊 就是周王朝旗下的 各个祝侯国的民歌 在那个鸡犬之声相闻 小果寡民 人民老死不相往来的那个时代啊 把本来 这个沟通起来 非常不方便的 别的祝侯国的民歌 进行跨国传播和传唱 所以诗经啊 应当说 在孔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 他是促进文化认同 和政治认同的一种抓手 那么诗经的第四个功用呢 我觉得就是一种 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我想前些年啊 有些人曾经一度把 能够讲一口流利的外语 特别是某些发达国家的语言 当成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那么同样的道理 在孔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呢 对诗经的熟悉和熟练运用 其实也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我记得这个汉代的班固啊 在汉书一文字里边啊 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这个祝侯清大夫交界邻国 常以威严相感 当依让之时 必称师以欲其志 盖以别贤不孝 而观胜衰言 这话意思就是说 在春秋时代呢 这个有身份的人啊 他们互相交往之间呢 常常是要言诵诗经的 是不是能够熟练地言诵诗经 就像现在有些场合 是不是能够熟练地 运用某些外语一样 是一种儿观胜衰言的 这个观察的一个指标 那么诗经在孔子所生活的 那个时代呢 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第五个功能呢 就是高层交往的工具 这个在孔子所生活的 那个时代呢 应当说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他们所运用的话语体系呢 和一般的署民百姓 所运用的话语体系呢 还是存有一定的差别的 换句话说呢 这高层之间交往呢 它有一套比较独特的 这个话语体系 而诗经呢 就是这套比较独特的话语体系 里边的一个 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正是因为啊 诗经有这么多的这个功用 所以孔子呢 才跟他的儿子说 说你一定要好好要学诗经 不学一诗经啊 你肯定就说不好话了 孔子的不学诗吴以言 究竟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今天的我们该如何面对 传统文化中的经历 请继续收看 向古人学家教旨 孔子的育儿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我想这个不学诗吴以言啊 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父母呢 我想至少有这么几点启示吧 第一点启示啊 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地避免啊 这个文化传承过程中的 鼠点望主的行为 要特别注意自己孩子 在精神 食粮 营养 吸取过程中 有可能存在的这种偏食的行为 我们都知道啊 一种文化 它实际上是一种 如果很悠久的话 它已经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了 融化到这个民族的 每一个成员的血液中 成为一种下意识或者潜意识 它实际上啊 就是这个民族的一分子 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分子的一个 区别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 也是一个民族啊 它的成员 赢得其他民族成员 这个相应的尊敬的 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和前提 在现实生活中啊 我们这个经常会发现 有些人就是对于老祖宗 留下来的优秀文化呢 所知甚少 甚至是一无所知 这个我就不由想到了 春秋时代有一个叫集谈的人 这个人呢 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 留下了一个这个名字 说起来这个非常遗憾 就是因为他连自己老祖宗啊 曾经做过的一些东西都不知道 所以后来由他的这件事呢 这个衍生出一个成语 叫鼠典望主 那么鼠典望主实际上是一种 对传统文化的这种遗忘的 这种行为 这种对传统的遗忘啊 我觉得也有有意和无意之分 那么后者呢 实际上是一种乃不知有憾无论未尽 用陶渊明的话说 那么前者是什么呢 前者就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问 如果说后者还只是知识储备的问题的话 那么前者呢往往就是一个态度问题 这个我注意到啊 这个最近这一些年 有一些这个大学 理工科大学的学生 甚至有一些刚刚上了高中 刚刚分完文理科 选择理科作为自己攻读方向的高中生 竟然不知道宋朝和唐朝哪个在前边 然后也不知道类似 诸如这个敬业师 作者是谁 这样其实应当具备的 这个古代典籍文化的知识呢 都不具备 那么说到这儿呢 我们就不由得反思了 就说这个板子啊 究竟应该打到谁的身上 我觉得把板子啊 都打到孩子们的身上呢 肯定是不够的 说到这儿呢 我就想不由得这个想起啊 我们的一些前辈们 前辈的一些学者 他们不无论是学文还是学理 其实对于传统文化 特别是传统典籍文化的 这种熟悉和熟练运用呢 确实是让我们后人啊 感到非常惭愧的 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 李世光和朱可真 很多人都知道 他们是著名的科学家 但是有一些朋友 可能并不一定知道 他们的古典诗词呢 其实修养是非常深厚的 可以说他们两位都写的一首 好的古典诗词 很多家长啊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呢 都非常关注 注意他是不是偏识是吧 要做到这个营养均衡 那么我给你们忠告和建议 一定要像关注物质食粮 营养这个补充过程中 有可能存在的偏食现象一样 关注孩子精神食粮 精神养风 这个吸纳过程中 有可能存在的偏食现象 这种偏食啊 我觉得是非常不应该的 那么当父母的应当怎么做呢 我想就应当自身呢 这个率先垂饭 缺什么补什么 如果你自己可能 缺乏这个应有的 传统文化的储备 那么呢 你就应该想方设法呢 尽快补上这个短板 然后在此基础上啊 才能够和孩子一起成长 这是不学识无语言 给我们的第一点启示 那么不学识无语言啊 给我们的第二点启示 就是于有水平 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对话的这种能力啊 孔子不是说不学识无语言吗 这种能力呢 我想不是天生就有的 那么精神财富的传承呢 和物财富的传承 是有很大不同的 什么意思呢 我稍微展开说一下 这个知识的获取呢 是不可能有什么 这个人一生下来 头脑里就像我们买一台电脑 别人就给你装好了 相关的软件似的 这个买电脑 还有裸机和装上软件之分呢 一个人呢肯定 他的知识呢 不可能是与生俱来的 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故事里边 这个孔子的儿子 应当说呢 那叫圣人之子 连圣人之子 要想获得后天的 这个知识呢 都要需要后天的努力 那么我们这些凡夫俗子 我觉得就更不应该 存什么幻想了 有些朋友可能会 跟我说呀 说这个孔子曾经把人分成三类 叫生而知之 学而知之和困而知之 但是我告诉 持有这种观点的观众朋友 孔子虽然把人分成三类 但是他自己呢 连他自己都认为说 我非生而知之者 什么意思呢 就是孔子是大家都认可的 这个几千年就除了一位 是吧 他连自己都认为 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者 那我想我们这些人呢 就自己好好想一想 是吧 应该怎么做 这个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传承啊 是有很大不同的 有什么不同呢 物质财富 其实可以通过正语的方式来进行的 来达成的 是吧 一个父亲有万官家财 可以通过遗嘱啊 或者是写一纸文书啊 就把这万官家财都转账给孩子了 孩子不需要通过努力就获得了 那么精神财富能行吗 你看到哪个大学教授说 我把我这个满腔知识 一脑袋学问 我都写一张纸条 就转给我的儿子了 精神财富的获得啊 一定通过后添自己的努力 这一点我想 家长朋友一定要 跟自己的孩子讲清楚 那么不学师无语言的 给我们的第三点启示啊 我觉得就是这个 对话能力啊 源于听话能力 什么意思 就是你想要跟别人对话 首先要能够听懂别人说的话 要努力 使自己的孩子啊 或者使自己的晚辈呢 避免成为一种新的文盲 什么意思呢 有的人一提到文盲啊 就觉得说是不认字的人才叫文盲 其实还有一种文盲 就是每个字他都认识 但这些字组合在一起 连成一句话呢 你不一定能够听懂 大家不信呢 为大家讲一个历史上的一个故事 这个据宋史扣准传记载 扣准这个人 大家肯定都很熟悉了 很多影视剧里边 他都是一个正面形象 很诙谐很幽默是吧 但是这个人啊 情商很高 在学术水平上啊 不行 他有一个朋友叫张勇 这个这两个人呢 应当说是无话不谈 但是后来呢 他们两个就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做官 扣准一直官至宰相 张勇这个时候是在成都 这个扣准即将拜相的这个消息 传到成都之后啊 张勇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呢 说这个扣功奇才 可惜学识不足 这话呢 没传到扣准耳朵里 但是很凑巧 不久呢 张勇就到京城办事 就碰到扣准了 两个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之后呢 就告别了 临别之前呢 这个扣准就问这个好朋友张勇 说要走了 何以较准 说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这张勇说该说的话都跟你说了 你也没听明白是吧 我再跟你说一句吧 就很缓慢地跟他说了一句话 说霍光传不可不独 这话如果一般的人 就是说没往别处想的人 肯定会觉得这个 张勇是不是跟扣准 推荐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啊 不是 这个霍光传呢 是汉书里边的一篇文章 扣准当时其实也没听明白 但是老朋友说了 他就很恭敬说 我回去一定找来读一下 结果回去 他就把这个汉书 霍光传找来 翻来调去看 也没想明白 老朋友临别之前 就说这几个字 怎么意思 后来翻到这篇文章里边 别以为你认证了你就不是文盲 所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呢 当家长的有哪些启示呢 就应当这个告诉自己孩子啊 就是说 别人所说的话呀 可能是有言外之意的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要特别告诉孩子 掌握这个必要的古典文化 特别是典籍文化 乃是啊 这个读懂或者听懂别人所说的 言外之意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和前提 古戏台上历史故事长眼不衰 捞畅枪里 古代人物行神俱备 然而在杨家将的戏里 哪些是历史 哪些是虚构 为什么说杨贵妃原名不是玉环 为什么肇事孤儿能够轰动欧洲 听着故事学历史 透过脸谱寻真相 系列节目 戏里戏外说历史 敬请关注 孟母三千的故事 人们耳熟能详 然而作为一位单亲母亲 孟母究竟是如何将孟子 培养成采燃 敬请关注 向古人学家教职 孟母教子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饱读圣贤书的孔子认为 诗经是一个好的教化工具 不学诗无以言足以概括这本书的巨大意义 而于诗经消题并论的便是不学理 无以利中提及的理 理是以周理为代表 记载了先秦时期社会政治 经济文化 风俗 理法等等 所涉及的内容极为丰富 那么孔子让儿子孔礼学习礼 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 不学理无以利 对于当今究竟有哪些现实意义呢 那么刚才我说的那段对话里边 还提到一句话 叫不学理无以利 周理或者说以周理为代表的 那个一整套礼仪文化呢 他在孔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 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呢 至少有以下这么几点功用 第一个功用的是什么呢 就是身份证 那么学理 知理 懂理 手理 就是孔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 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呢 这个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之间的 一个重要的分野 有一句话叫 理不下庶人 行不上大夫 实际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春秋时代一个很有名的思想家 孔子呢 他说过 说人道莫不永变 变莫大于分 分莫大于义 理记上也说过这样的话 说理者所以别同意 实际上意思都是一个 就是说理呢 是一种身份证 那么理的第二个功用呢 是通行证 平朝对于以周理为代表的 相关礼仪 制度文化的 那种熟悉和熟练运用 那么在孔子所生活的那个时代 乃至中国古代呢 应当说是可以做到畅通无阻的 大家都很熟悉的孔荣 就是孔子的后代 这个人其实他并不仅仅在 四岁的时候吃梨 把大哥的梨让给了他的哥哥 他还有一件事其实很有名 就他十岁那年啊 跟着他的家人 到了当时的首都洛阳 然后呢 想去一个叫李元礼的家里边做客 李元礼是谁呢 是当时的河南隐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大名士 然后他家的那个门槛是相当高的 一个十岁的小孩 想要跨过这个门槛 那是很难的 那孔荣呢 却一路横塘 畅通无阻 武器是什么呢 就是他有四个字叫通家之好 就运用了对于通家之好的 这个礼仪的把握 跟这个李元礼说 我的祖先孔子和你的祖先老子 曾经是朋友关系 我的祖先呢 曾经向你的祖先请教过学问 所以从那往下论呢 咱们就是朋友 就是所谓的通家之好 你看看 礼这个作用还是通行证 那么礼的第三个功用呢 是什么呢 是安居证 今天这个时代呢 可能小家庭比较流行 但是在中国古代呢 往往都是大家庭 大家族 一般是三四同堂 甚至四四同堂 最多的观众朋友 听说过几四同堂吗 我告诉观众朋友 是九四同堂 九代 这个呢是存在于 唐朝初年 唐高宗时代 今天的山东 寿张一代 有一个张姓 一家是九四同堂 这个在 即使在当时也是非常不容易了 这个事情呢 传到了当时的皇帝 唐高宗李治的耳朵里 李治有一次到泰山 这个纪泰山回来呢 就路过这个 这个张府 然后就召见这个张太公 这一家的这个家长 就问他说 别人家三四四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们九四同堂 而且还和和睦睦 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张太公啊 想了一想 就接连写了很多个忍字 这个忍啊 实际上就是对李的一种使用 就是所谓的君 过去说叫君君臣臣 父父之子 在家里边就是父父之子 就是当父亲 要像一个父亲当儿子 要像一个儿子 就是或者换句话说叫父慈子孝 推而广之呢 九四同堂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 就是大家都严格的按照礼仪 所规定的这个来做 你想想这个礼是不是安居正 那么礼的第四个功用呢 是上岗正 在中国古代啊 有一句话叫 由礼走遍天下 无礼寸步难行 这个礼既可以是道礼的礼 也可以是礼仪的礼 孔子就说过 说礼啊 是所以安上至民 就孔子其实正是 从某种意义上说啊 通过对礼的熟练 就熟悉和熟练运用把握 然后呢 得以授徒讲学 开办民间教育 给自己呢 谋得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饭碗了 那么今天其实也同样是如此 就是正是由于啊 礼具有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几种功能 所以孔子呢 教育自己的儿子 你不但要学诗经 你还要学周礼 你不学了这些 以周礼为代表的这种制度文化呢 那你可能在这个社会上啊 就没法立足 其实不学礼无以利啊 这句话要追本溯源呢 可能他的知识产权 也不仅仅是属于孔子 孔子同时代有一个人叫孟希子 他就说过类似的话 而且他为了这个 让自己的儿子啊 更好地在社会上立足 临死之前 专门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呢 送到孔子那去学礼 所以由此可见啊 这个礼的重要性 那么礼这么重要 不学礼无以利 给予今天的中国父母们 哪些启示呢 我想至少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啊 要想让自己的孩子 知礼 就知道礼 就要想方设法啊 给孩子们划定三种清单 哪三种清单呢 叫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 这都是套用我们现在 最流行的话语体系 来加以表述的 什么叫权力清单呢 就是按照相关的礼 当然这个礼是随时代变化的啊 就按照当下的礼 告诉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晚辈 你都享有哪些权利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那么其次呢 什么叫责任清单呢 大家都知道 权力责任和义务 它不能是分割独立的 是相辅相成的 享有一定的权力 就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 那么当家长呢 就应当告诉自己的孩子 或者晚辈呢 什么呢 就是按照相关的法律 或者道德要求 你应当给这个家庭和这个社会 承担哪些责任和义务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 资理的一个前提条件 那么第三个清单呢 叫做负面清单 所谓负面清单呢 就是告诉自己的晚辈啊 或者孩子什么呢 就是你不能做什么 按照现有的法律 或者道德的这个要求 对于最后这一点 我特别想加以强调 据我观察呀 这个礼仪教育呢 往往是告诉被教育对象 不能干什么开始 这一点其实很有意思 可能有些孩子 或者这个微成年人啊 这个一开始听到不能干什么呢 可能会顾此时彼 甚至为首为脚 但是没关系 时间长了呢 可能他就会知道 有所不为才能够有所为的 这种道理 刚才我说的这三种清单啊 都是现代的语言 那么古代 古人是怎么做的 古人那里是没有所谓的 这个这种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 这种说法的 但是呢 古人也很聪明 他们一般会采取那种 琅琅上口的那种文章啊 或者书籍的那种方式呢 把一些不能够做和能做的东西呢 就告诉给这个受教育对象 比如说大家都很熟悉的地质规 大家都很熟悉的了凡视讯 包括三字经 其实都是从各个角度告诉孩子 哪些是你的权利 哪些是你的责任 哪些是你的义务 哪些能做 哪些不能做 我觉得这一点呢 应当说 孔子他老人家 当年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 这是不学礼无以利的 这个第一个启示 那么第二个启示呢 就是要告诉自己的孩子啊 这个良好的养成教育 或者说对礼的熟悉和熟练运用啊 是你在一个文明社会里边 私逸的生活 挥洒自如的生活的一个基础和前提 大家都很熟悉的周恩来总理 是吧 大家都非常折服于 他在国际外交场合是吧 这个挥洒自如 既给国家争取了最大的国家利益 同时呢 也给与他交往的国外友好人士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周中理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 我想就是本身啊 他对于这个国际外交场合 这种度的把握 这个度的把握呢 实际上就是对礼的熟悉和熟练运用 反观现实生活中嘛 我们也经常会发现 有些人呢 可能中期一生呢 都在努力想搞好与别人的关系 但先有所成 有些人却如鱼得水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据我的观察呢 这个也不排除啊 就是说四处碰壁的 这样的这个行为主体啊 可能是缺乏对于理的这种熟练把握 我觉得啊 我们今天的家长朋友 观众朋友 在教育自己这个孩子 这个过程中啊 就要告诉自己的孩子 如果想要在这个社会上啊 更好的生活 获得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 那么除了熟悉 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三种清单以外 就要能够娴熟的运用相关的礼仪 给你规定的这些权利 那么不学礼无以利啊 给我们的第三点启示 就是对子女进行礼仪教育的过程中呢 当家长的 就是当父母的 一定要率先垂范 这个身体力行 这个理啊 我觉得既需要言传 更需要身教 我们以前经常说 一个人说一套 做一套呢 把这样的人叫做 言语上的巨人 行动上的矮子 这样的人呢 其实在社会上 如果时间长了啊 就习惯成自然了 忍不住到家里边 跟子女跟孩子 进行家庭教育 这个日常相处的时候 也这样 这样做其实是非常不好的 这个有的时候 你说一千到一万啊 不如你率先垂范里 做一件事 我们也经常发现 有很多当家长的 这个要求自己的孩子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说不能随地吐痰 结果刚刚说完一转脸 他就造土不误 我想这样的家长啊 如果你不能做到深教的话 那么言教呢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孔子教育儿子 是从读书实理开始的 在他看来 《诗经》中的文章 多半是与修身 齐家有关 理则是处理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 离开这些 人就无法在社会上 立足生活 他的这种 众德教的教育方法 即后世称为的 《诗理传家》 时至今日 仍值得我们借鉴 在《论语》中 除了《论语记事篇》以外 还有一处 叫《论语洋货篇》 这个里边也提到过 孔子对他的儿子孔理 所进行的另外一次 家庭教育 这段话的原文记载 是这样的 《子卫薄于约》 《汝为周南少南一乎》 《仁耳不畏周南少南》 《妻由正强面而立》 这段话 这个虚词比较多 但是意思非常简单 就是说 孔子跟儿子说 说你有没有 研读过周南和少南 这是《诗经》里边的 两个篇章 说你有没有 研读过周南和少南 说一个人 如果不好好研读 周南和少南 那就好比什么呢 好比正好面对着 一堵墙在那站着 这段话其实 如果不了解周南和少南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那可能就是 听起来一头雾水 那么宋代的大儒 朱熹老先生 对这句话的解释是 一物无所见 一步不可行 就是面墙而立 其实也非常好理解 是吧 你正对着一堵墙站着 你肯定什么也看不见 是吧 然后呢 你一步也迈不开 那么它的深层含义 就是什么呢 就是周南和少南啊 是诗经里边 封亚宋里边 封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主要是说的是 记载的是 西周初年的一些 这个封土人情 就当时的这个民间的 封土人情 封土人情 或者叫民间文化 那么这个民间文化呢 是孔子所向往的 精神家园里边 那种非常理想的 这个社会文化的 一个组成部分 孔子呢 爱乌及乌 肯定会 这个因为对 西周初年 这种理想的 精神家园的热爱呢 也连带了 就认为 周南和少南啊 这两个篇章呢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希望自己的儿子呢 好好研读 那么这段话呢 我觉得 给我们今天的家长朋友呢 也至少有 这么两点启示吧 第一点启示呢 就是要辩证地认识 民间文化 与经典文化之间的关系 很多这个所谓的 精英人士呢 往往看不起 民间文化 其实殊不知 我们今天所谓的 许多所谓的经典文化 它的源头 往往都能在民间文化 那里边找到它的影子 比如说 水浒 西游 红楼 三国 今天是所谓经典的 四大古典文学名著 其中至少有三部 就除了《红楼梦》以外的那三部 都是源于民间的画本 就是那种民间文化 那么刚才呢 我们通过《论语》里边的两端话呀 跟观众朋友一起分享了 孔子对他的儿子孔理所进行的家庭教育 应当说 这个两端话 这个实际上呢 其中涉及到三个内容 不学识 不学识 无语言 实际上是 告诉自己的晚辈 告诉自己的孩子 要正确地对待 点击文化 优秀的点击文化 那么不学理 无语理呢 是告诉自己的孩子 要正确地对待 这个以周理为代表的制度文化 那么认真的研读 周男和少男呢 实际上是告诉自己的孩子 要正确地对待 优秀的民间文化 有这三种文化垫底 我想呢 任何一个孩子 都可能在这个社会上啊 畅通无阻 能够呢 做到全面健康 可持续的发展 好 本讲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